顶级专家全有解读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健康龙江直播室 我是常义 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45182890011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随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难免可能会受一些小伤 比方说我们手上滑了一个小口 或者是身体的某个部位长了一个小包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太在意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小伤口可能也会自行的治愈了 但是在一种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的处理不当的时候 有可能小伤口也会引发大麻烦 甚至会危及生命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演播室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烧伤和窗面修复充电外壳的副主任医师田峰 田峰 黑龙江省医院烧伤和窗面修复重建外科副主任医师 外科学硕士 哈尔滨医学会烧伤峰会委员 长期从事烧伤外科专业工作 曾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进修学习大面积烧伤的旧纸及慢性窗面的治疗 擅长各种原因的烧伤 慢性难遇性窗面的治疗 在慢性窗面的治疗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近年在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开上发表文章十余篇 或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三项 科研立项三项 新技术二等奖两项 参与编写专注两部申请国家专利两项 田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田老师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做客 刚才我们说到了身体上的一个小伤口 或者是一个小包 它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疾病 甚至会威胁到生命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这个是这样 比如说平时我们所受的一些伤 比如说刀割伤擦皮伤 经过正规的治疗以后 比如说你正常的消毒 包扎 它一般都能正常的愈合 但是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没有恰当的处理 或者是延误了治疗的话 刀面感染了 或者是因为患者本身 他的身体因素 导致感染扩大了 加深了 那么刀面就难以愈合了 难以愈合了以后 慢慢的它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这个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慢性的难愈合的一个刀面 这个大家都显为人知 可以这么说 挺灰色的一个名字 而且还挺奥口的 慢性难愈性的一个刀面 是的 那么什么样的病情属于这个范畴里边 一般的来讲 这个难愈性的刀面 慢性难愈性刀面 它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慢性 一个是难愈性 通常来讲 一般我们各种原因引起的这个损伤 在经过这个正规治疗以后 都应该正常的愈合 但是如果超过一个月 它没有正常愈合的话 这就体现了一个慢性的一个特点 然后难愈性的就是 尝试用了各种治疗办法 它都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修复的效果 那么它就是一个难愈性的一个特点 主要就是这两方面吧 这两方面的组成之后 也说明了这个疾病 同时它也是这个疾病的一个首要的一个特点 是的 您看刚才我们介绍您的时候 您来自于烧伤和窗面的重建 修复这样的一个可视 烧伤我们大家很明白了 很了解 有可能我们还会见到过此类的患者 但是这个修复重建 它的这个治疗范畴又是哪些呢 是这样 现在这个问题是 就是大家都很困惑的 我们原来叫烧伤科 我们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烧伤 比如说电烧伤化学烧伤 还有一些放射性的损伤 还包括一些像咱们东北常见的冻伤 以及这些烧伤以后 引起的这些斑痕的一个修复的治疗 但是现在整体的一个安全意识提高了 所以说这种群体性的和这种偶发的一个大面积烧伤 正在逐渐减少 所以现在国内外的烧伤都在逐渐的转型 拓宽了它这个治疗范围 所以说慢慢把这个慢性创面的一个修复 纳入到我们烧伤科的治疗范畴 我们科是在三年前正式更名为 烧伤和创面修复重建外科 那么我们的治疗就包括了一些慢性创面的修复 像常见的比如说亚疮 糖尿病足 还有一些慢性皮肤溃疡感染 还有一些血管性的一种皮肤溃疡 等等这些 田老师您看 您刚才介绍了几种慢性的男性的创面 都是什么样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 也就是他们是咱们科室的患者 或者说患者的家属 了解的会相对来讲清晰一些 但是我相信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现在可能是一头雾水 这个创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都不知道 没关系 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这几种创面都是什么样的 在日常生活中 相信很多人都出现过口腔溃疡的现象 但过一段时间都会慢慢的痊愈 但有一位大娘 她的皮肤出现一处溃疡 她的这次溃疡却出现了大麻烦 这究竟是属于慢性难运性创面的哪种类型呢 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田老师 这个应该是咱们科室的一个患者了 她的这个慢性难运性的创面属于哪个类型呢 首先呢 我说一下这个大娘的病情 她呢最初是在这个会音部啊 有一个皮肤的接种 然后呢 这个接种就破溃了 这个大娘呢 曾经到她当地的医院就诊 然后用了一些外用的药物 后来这个感染就越来越大 溃疡面也越来越大 她就慢慢的逐渐发展到临近的部位 下腹部 下腹部形成了一个农肿区 然后才来到我们这来的时候呢 病人状态非常不好 因为这个慢性感染的消耗呢 她低蛋白贫血等等都有的 她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 然后呢 她的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是从她发病的病史 到现在整个的治疗过程 我们就是把它归为慢性难运性创面当中的 一个叫做慢性皮肤溃疡 或者是皮肤感染这一类的 对 这一类疾病呢 一般的常规的这个感染呢 两周以上如果不愈合的 叫慢性皮肤溃疡 如果超过一个月呢 它就是成为一个难运性的一个溃疡了 像这个 会出现这样的图片 像这个图片呢 是另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腹壁的一个 最初也是一个家属说 是像蚊子丁的一个包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接种 然后呢 后来也是一个糖尿病人 他的这个面积啊 后来越扩展越大 大家可以看到他腹部是隆起的 这个是治疗后的 腹部隆起里边积的都是浓汁 当时排着的浓汁 大约有500毫升 特别特别多 然后我们清创了以后 做了治疗 但是这个大爷 愈合的是特别好 整个缝合的那个口 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了 已经早已经痊愈出院了 我们先说这个大爷吧 陈老师 那么这个大爷 刚才我们看上一张图片的时候 有点触目惊心啊 是是是 看着这个窗片 真的是挺吓人的 是的 而且我们通过这个 吓人的这种感受吧 能够了解到 这个大爷在当时他是多么的痛苦 对 那咱们这个帮助他 包括治愈 经过了多长的一个时间段呢 他在我们这治疗呢 大约是经历了二十几天的时间 但是他从发病 到来这就诊之前 大约得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对 就发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到医院来 对对对对 他也是走了很多弯路的 田老师 是不是有很多的人群 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就破了个小口 是的 慢慢的他可能就好了 对 但是因此呢 可能又遗误了病情了 是的 都是这样想的 都觉得这个皮肤破口啊 可能不上大事 要上 不是什么大事 上点药就能好 但是这个处理不当 可能就是加重了 他的这个病情 是的 处理不当 他会把最好的这个治疗时机延误了 感染慢慢越亏越大 你的窗面也越大 对人体的消耗也大 嗯 时间 那么还是针对于这个大呀 这个这个病情 田老师 咱们这个他的治疗方法都是哪些 呃 治疗方法一般的对这种慢性皮肤溃疡感染呢 难遇性的这种 我们的治疗方案 通常都分这样几步 嗯 第一步呢 就是入院以后 我们会常规的取一个这个浓脂的培养 就是先明确一下 你是什么菌种的感染 然后呢 呃 同时对这个患者全身状态做一个评估 检查他身体各方面的问题 适不适合做手术 然后制定一个非常完备的一个手术方案 呃 第二步呢 我们就是用手术的方法给他清创 嗯 把坏死组织和浓性分泌物 呃 清理干净 嗯 这样的话我们通过他适合的办法 比如说换药啊 呃 呃 我们可以用封闭敷压引流啊 培养一个良好的 血运良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创便的基底床 在这个基础上呢 第三步 我们就用他比较适合的方法 比如说自体皮移植啊 还有皮瓣修复啊 嗯 来修复封闭这个窗面 这样他的治疗整个才算结束 嗯 嗯 田老师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很多人是因为不在意了 然后呢 因为处理不当了 导致我们这个窗面难遇了 嗯 哎 治疗起来是也是挺麻烦的啊 对对对 但是除了这部分人群之外 会不会有一部分人群 他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难遇的窗面呢 是的 是的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采访的大娘 还有就是图片当中的这个患者 嗯 他们两个都是糖尿病患者 这就说明呢 呃 正常人 你可能这个小的皮肤损伤 是的 经过稍加处理 可能就愈合了 但是有这样几类病人 比如说糖尿病人 嗯 然后免疫系统疾病的人 还有有血管病变的人 嗯 他都会在这个一个小的潜溃痒的基础上 可能会惹出大麻烦 这个窗面会比正常人难以愈合 嗯 是这样 这样几类吧 嗯 这几类人 他是这个一杆人群啊 在这么说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嗯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些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咳了碰了 这个都可能 有些糖尿病人可能是自发的 嗯 就是一个皮肤接种 在我们正常人身上没事的 嗯 可能在他身上就 就麻烦了 发病了 对对对 我们再来看啊 常见的慢性难育性的窗面分类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种了 我们直接来看下面这类压疮 也俗称就是入疮啊 对对对 长期过病人群可能会出现 卧床的血股人群可能会出现 对对对 这个压疮吧 呃 我们也叫入疮 在我们医学上 它也叫压力性的损伤 呃 首先说一下它是怎么发病的 它一般的就是呃 身体骨隆突的部位 就是骨性突出的部位 呃 它的皮肤和软组织 在受到压力或者一个减窃力 这个长期的作用以后 导致的一个软组织损伤 嗯 呃 是这样 它可以表现为一个开放的一个溃疡 也可以表现为一个皮肤完整的 但是下方已经有感染坏死 这样一种病变 嗯 我来理解一下 是不是这个我们骨头啊 跟这个肉中间这个皮比较薄的地儿 对对对对 或者说很瘦的这部分人群 对对对对 长时间这个有压力 就是骨性突起的部分 非常容易得这个病 呦 这个应该是一张这个患病人群的图片 对这是一个底尾部的一个一个压疮 呃 隐约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啊 它是一个骨性的外漏 就是说它最严重的这个压疮 可以达到骨性外漏的这个程度 呃 这是一个大娘 嗯 她呢 年龄比较大 呃 就是这是经过治疗以后了 我们扩创了 然后使用风壁敷压引流 最后 它已经完全愈合了 这是后期的一个照片 嗯 这个压疮呢 它有这样几类人比较容易得 这可能是也是大家比较想问的 呃 那么第一类呢 就是比较虚弱的呃 肥胖的嗯 水肿的老年人容易得这种压疮 第二类呢 就是呃 因为手术啊 或者是神经系统病变呃 呃 长期卧床 体位比较固定的人 嗯 他也容易得这个这种病 另外一个呢 还有就是一些手术以后的病人因为疼痛 或者是时高固定以后 呃 这样一类人 总之吧 都是这种自我活动能力比较差的人 嗯 翻身比较比较费劲吧 他容易得这种压疮 嗯 是这样 然后这个压疮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疾病 嗯 对对 当才那张图片是咱们的一个患者 一位大娘 是的 嗯 我刚才看到他那个窗口挺大的 甚至已经形成了一个小洞了 是的 小洞的直径大概会有多大 大概最初的时候有五六个厘米 五六个厘米 五六个厘米那么大 然后深度也有四五个厘米左右吧 嗯 但是我看啊 目测一下 他治好了 大概那个窗口的面积也就一厘米 或者一厘米多一点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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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也是应该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 漫长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吗 对对对 嗯 这个大娘大约大约是治了40天左右 嗯 这也是我亲自治的一个病人 嗯 对 嗯 所以说这个压床挺难治 但是不等于不能治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 不仅是减轻了他身体上的痛处 嗯 更加减轻是他心理上的这样的负担 是的 嗯 因为可能患有此类疾病的人群啊 他本身就是在卧床 是 本身呢 他就基本上丧失了行动能力 对 在他心理上压力就比较大了 对 那这时候一旦患有这个压床 就是入床之后呢 可能对他的伤害是更大的 是的 因为病程一常吧 这个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这个损失 也是非常大的 嗯 嗯 那么说到这了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预防一下 这个其实压床吧 呃 这种疾病 它的防 大于治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以避免的 如果这一类的病人 我们都要做到这样几点 长期关注 就是你这个卧床的这样的病人 你每天都要去关注他 关注哪些呢 呃 做到几点 第一 亲翻身 让他 就是任何部位受压的时间 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他这个 呃 发生这个压力性损伤的这个机会 第二呢 保持皮肤清洁 呃 比如说汗液啊 尿 便 这些的分泌物 他让这个病人长期处于潮湿的这个环境下 他肯定皮肤这个耐受力要差 就比较容易得压床 呃 关注这样 主要关注这样几点 其实这里边要强调的就是一个亲翻身 嗯 有很多呢 病人就是说在得了病以后 关注其他疾病了 比如说心脏病 嗯 说不能翻身 有监护 不能翻 那不能翻的情况下 是心脏 可能你觉得他怕动 但是他产生了入疮 和或者说这个压疮啊 可能更要他的命 嗯 对他的伤害 伤害是更大的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 哎 但这个时候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很多患者 他已经这卧床之后啊 他是不是自己的这个意识 也就是这个皮肤的这感觉啊 慢慢的也会降低了 就他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痒 会不会痛 是 这个时候就需要家人或者护工来帮助 这个护理是 所以说护理是非常重要 对这种卧床的病人 护理是非常重要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 就比如说呃 有一些结瘫的病人 嗯 结瘫的病人 大家知道他的下肢 或者是从中下肤以下 丧失知觉的 丧失知觉的 所以说如果你不做好护理 他自己是不知道这个痛感的 嗯 因此呢 这个呃 要求我们的家人和护工 这种专业的角度啊 或者专业的技术啊 就更高一点 非常重要 那么咱们俩聊了这么多呢 我们电视机上很多观众朋友啊 也留下了他们比较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这位朋友说 田老师你好 我想问啊 只要出现了皮肤溃痒 或者是伤口 经久不遇的 就应该去咱们这个烧伤和窗面的 修复重建外壳进行治疗了吗 之前真不了解这个窗面修复壳是 出现问题就应该去皮肤科 哎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 对对对 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我刚才说到了 我们现在叫烧伤和窗面修复重建外壳 所以我们的治疗包括烧伤和这个窗面修复 这样两大块 呃 那么我们确实有一些疾病啊 跟皮肤科是有交集的 呃 但是总体上来讲啊 说的通俗一点 破溃了 呃 理论上来讲 就应该到我们这个窗面修复重建外壳来看 然后比如说一些皮肤过敏啊 皮肤的皮疹呢 可能就真的要到皮肤科来就诊 是这样 还是有区分的啊 是有区分的 嗯 但是这种区分 我相信啊 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区分的很清晰 是是是 就是让普通的外星自己来分析的话 肯定挺难的 分析不出来啊 对 到底属于哪个类型 属于哪一种 咱们都不知道 是的 因此呢 还是到医院去 嗯 请大夫来给我们看一下 是 然后呢 会给我们建议去哪个科室 是比较适合的 对对对 我们刚才说了两种了 这个慢性的难运性的创面 也分成两个类型 那我们接下来要了解的类型呢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说起糖尿病族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那你知道 一旦糖尿病族上出现了伤口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们一起听听这位大爷的字述 年前的事吧 就坏个小口了 完了那个 最早前就是 头一 那个那个年 今天是19年吧 18年那年 住 在这住居院 收上个住居院 好了以后 也是这个脚 左脚 后来吧 那个这个左脚好了 后来又从这个脚底 又坏了口 我先小口 自己 后来我先越上 就窟窿越大 越上窟窿越大 后来我一看 上上肿了以后 里面粗能了 我把那瓶给撕个 撕个 这粗能粗语 我一 这个脑蛙子冒汗 完就完整里塞 那个酒精 那个棉花 我塞点头 越塞越大 越塞越大 一直到 导致到现在 将近能有个 差不多有七八个月了 这个实在挺不住了 像是这位大爷 出现的情况 又应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田老师 您看啊 这个大爷的字数啊 让我听的是这个惊心动魄的啊 太吓人了 脚底下直接就是出现了一个洞了啊 对对对 而且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再严重下去 这种糖尿病族啊 会严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截肢还是会危机生命呢 首先呢 我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糖尿病族啊 糖尿病族呢 在民间呢 它也叫烂角 其实呢 它是与糖尿病 下肢神经病变 和周围血管 这个病变相关的一个感染 或者是一个组织损伤 以至于坏死 这样的一系列疾病 它一般呢 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跟神经系统有关的 一个神经系统病变 这样的病人呢 通常他的这个下肢啊 是感觉不是很灵敏 皮肤比较干燥 再一个就是 有的人会有这个肢端呢 会有刺痛感 灼痛感 有的人会有那种脚 会有穿袜套 鞋套的那种感觉 这是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下肢缺血的一个表现 下肢皮肤萎缩 然后呢 就是皮肤有的时候 会有色素沉着 皮温比较低 再一个呢 它发展到后期呢 它会有一个肢端的一个 可能会有坏区 就是脚趾都可能发黑了 然后足根部或者是直指关节啊 受压的部位 它会有一个皮肤溃疡 这种溃疡呢 慢慢慢慢可能会发展成 一个感染 坏死 然后这个感染坏死呢 可以沿着这个下肢呢 发展 再发展呢 严重的话 它真的可能会结枝 这就是糖尿病足 这一类的疾病 然后这个大爷呢 他来的时候呢 他那个上面那个窗面 大家可以看到 来的时候确实是一个洞 非常的深 因为足背呢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它间隙比较多 因为脚里面 它有肌腱啊 有骨啊 都是这样一根一根的 间隙比较多 所以说它比较容易扩散 来的时候 它足底是一个 广泛的一个红肿 预血 你看它这个下肢 腿都已经变色了 对 它的就是色素沉着 比较明显 它也是一个 糖尿病 十七八年的一个病人 然后来的时候 它那个 下边的那个红肿啊 特别明显 局部 中心部 还有一个波动杆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波动杆这个地方 给它切开引流了 和上面那个小洞 创面 我们就做对口 冲洗引流 还好比较幸运的是 这个大爷呢 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 全神我们也用了 这个广浦的抗生素 经过这样的治疗以后 这个大爷这个红肿 是每一天都在变化 每一天都在缓解 到目前为止呢 它这个浓脂已经没有了 就是脚里脚 足底这个浓脂已经没有了 红肿已经非常不明显了 脚呢 也不是那么那么肿胀了 它还是比较幸运的 田老师这个大爷来到咱们科室的时候 一开始啊 这个脚底溃烂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是不是慢慢的它已经丧失了这个行动的能力了呢 或者这条腿已经是丧失了能力了 至少目前来讲啊 它这个脚坏成这样 它是肯定是不能行走的 对 它为什么七八个月不好呢 就是因为它在这七八个月的过程当中 受伤了以后 自己换药啊 这个肯定是处理不当 然后另外一个 它在行走各方面就是照常 这个肯定是对疾病的治疗是不适合的 而且刚才这个大爷在自述的过程当中啊 我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啊 也就是大爷说了 我这个出现了小口了 然后呢我自己上药了 反反复复的好多次 然后呢它是越来越大了 那么这个疾病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反复性呢 是的 糖尿病足呢 它是有一个反复性 它的治疗呢比较复杂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叫糖尿病足 它大部分发生在足部这样一个位置 足部呢它的间隙比较多 感染极容易扩散 它一扩散了以后就非常难控制 它会沿着你的小腿啊 甚至大腿一点一点的往上发展 所以说这个病确实是很难发展 很难控制的 田老师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 这个大爷就是一个点 我们这个扩散一下啊 可能患有此类疾病的不在少数 越来越多的人可能都是因为糖尿病 出现了糖尿病足啊 或者糖尿病炎了 尤其足很可怕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告诉大家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怎么样来预防一下呢 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知觉呢是降低的 我们的感觉已经降低了啊 对 那怎么来这个预防一下它呢 其实这几类慢性男育性创免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都是 有病要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你像这个糖尿病足来说 就是你得了糖尿病以后 你就要对你的 因为知道有这种病吗 它是一种并发症 你要对你的脚足够的关注 怎么样足够关注呢 至少每天养成一个泡脚 或者说洗脚的好习惯 但是泡脚要注意 就是说它的这个水温呢 一定要掌握好 然后关注自己的脚 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小破口 你都要尽早的到医院去治疗 这样才不会延误治疗时机 就绝对耽误不得 一旦出现问题了 必须马上到医院来 是的 到医院来之后 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相应的检查 还是直接就开始进行治疗了 我们这个治疗和检查 其实是不冲突的 我们可以同步进行 对 在评估它身体状态的同时 也就是完善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给它进行清创换药啊 等等等等这些 然后为它选择一个 最适合的一个治疗方案 还是跟咱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一样啊 也就是这个小伤口 很可能引发的是大麻烦 甚至是危及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啊 因此这个时候呢 田老师也给出这样的一个 非常明确的建议了 一旦出现了任何问题 您就别自己在那处理了 是的 越处理越麻烦 还是到医院来吧 对对对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 常见的慢性难运性的 窗面的分类啊 连窗腿也称是老烂腿 嗯 是这样 这个老烂腿啊 其实在咱们这个老百姓当中啊 很多见 呃 他在医学上呢 他称为下肢静脉的一种溃疡 通常发生在这个小腿的中下段 嗯 小腿中下段这样一个位置 他一般都跟什么样的疾病有关呢 你比如说静脉炎 脉管炎 还有这个糖尿病 呃 还有一些就是血栓性静脉炎 总是总之吧 大部分都是跟这个静脉相关的 呃 一种皮肤溃疡 他最初吧 可能是只是一个炎症的渗出 嗯 然后慢慢慢慢呢 他就发展成一个溃疡 这个溃疡面呢 会越来越深 呃 这个窗面的大小呢 会越来越大 直到他把你的全层皮肤都破坏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呃 是曾经治过的一个病人 他来的时候 其实比这个 还要严重 这是来了几天 轻疡了以后 但是可以看到 在小腿的这个中下段呢 分布有大大小小 不等的十几处 可能甚至更多的 嗯 这样的一个皮肤溃疡的窗面 嗯 有洞啊 有溃疡啊 对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特征性的 这个下肢的这个色素沉着啊 腿是黑色的 然后我们呢 就是给他做了轻创 然后用了这个负压引流 呃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 他是感染控制住了 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窗面也开始愈合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啊 嗯 因为这个呃 老烂腿啊 他跟下肢静脉 这种溃疡有关 通常是跟这些血管的病变有关 所以我们建议患者 如果你有合并有这些血管病变的话 那么应该考虑先治疗这些血管的疾病 然后我们再处理这个窗面 但是同时也不能停 窗面的这个治疗也是同时进行 嗯 可以同步进行 可以同步进行的 嗯 对 这个是治愈了一段 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的吗 哎 对对对 这个是用了这个负压引流以后 呃 这个是治疗的 非常大非常深的那种了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呃 他经过换药 大约也就十几天吧 完全愈合了 嗯 非常的好 就他每一个我们的破溃的窗面 都可以慢慢的愈合的 呃 对 因为他像他这种窗面呢 他就是窗面最后变得比较窄小嘛 所以说他不需要经过直皮了 自己这些皮就可以爬到一起 就愈合了 嗯 嗯 那这个时候一个是我们结合 刚才您提到的下肢血管的 这样的一个治疗 和我们这个呃 修复和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在用药上 和包括饮食上 包括生活习惯上 是不是也得注意一点呢 是的 嗯 你比如说呃 如果你合并糖尿病 那么我们要求控制血糖是基础 嗯 是所有治疗的前提 呃 这个饮食你就要注意了 另外一个呃 你的这个卫生习惯呢 呃 或者有一些下肢的这个病变 我们要求你呃 只能在床上适当的活动 你下地行走要减少等等等等 这些都要注意的 就还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啊 是的 这个治病 它绝对不是单一方面的 就是就是医生治疗就可以的 是一个综合性的 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治疗 需要配合 嗯 好 谭老师这样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让我们看到了 也有很多朋友 给我们留下问题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们的问题都有哪些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说 老师你好 慢性男育性创免都只是用药物就可以进行治疗吗 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 呃 是这样 慢性男育性创免呢 因为它具有慢性和男育性这样的两个特点 所以说呢 呃 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都可以 嗯 就是都可以 但是要我们讲的是因病失智 因人失智 你看他是什么样的病人 你比如说呃 呃这个病人卧床的老年人高龄 嗯 他没法耐受手术 那么咱们就靠药物 我们叫做这个自容性倾床 嗯 可以用特殊的服料啊呃 呃特殊的外用药啊 呃这些都可以达到这个这个治疗效果 但是如果呃 因为他有慢性男育性这两个特点呃 呃如果尽可能能接受手术治疗的 当然手术治疗 他的治疗这个效果比较确切 然后呢 治愈的时间比较短嗯 嗯 有他的好处的 这个手术的治疗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吗 就是自身皮肤的移植和皮绊的修复吗 呃对 呃一开始他会有一个我们会率先做一个轻创 嗯 就是说轻创 获得一个良好的 轻创一个小手术应该 呃 算是小手术吧 算是小手术 然后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创面的基底床 这样的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直皮呀 做皮绊呢 呃才容易成活 嗯 也是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样 因为患者自身的情况不同 对对对 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嗯 是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留下的问题啊 老师您好 我父亲啊 就是老烂腿 前段时间呢 邻居介绍说 有一家医院 有一种偏方能治好这个病症 我想问啊 偏方这种东西值不值得试一试 因为一说偏方吧 都不告诉是什么成分 所以想听听老师的建议 呃 这个问题提的特别好 嗯 因为这一期节目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向大家果然告知一下 呃前面呢 有两个患者呃都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偏方 那位大娘啊 大娘和那个就是腹部那个肌农的那个大爷呃 呃他们都是用了偏方 然后都是在这一个多月当中 把这个病情啊 发展成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呢 我还是奉劝大家 就是说现在各个医院呢 他分科都比较细 专科化也比较明显 嗯 所以说大家对这种疾病出现的时候 呃 你要针对性的选择 适合你的医院 适合你的专科 找一位信任的医生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千万不要听信偏方 嗯 这个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就要偏方治大病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群啊 可能就信奉了这样一句话 对 但一旦相信之后了 他耽误的是病情 是的 有可能加出病情之后 给自己自身带来的这个伤害啊 就不是那么一点点了 对对对 那么田老师在咱们日常的这个门诊啊 在咱们出诊 或者是咱们治疗的过程当中 此类患者是不是挺多的 真的特别多 真的特别多 而且你怎么劝他 他可能不带听的 他可能子女带他来了之后 经过一段治疗之后 他可能会信了 但之前呢完全不相信 是的 有的时候你如果一跟他交代 说手术治疗 他会特别排斥 他觉得这个 我可能万用点什么药 我就能好 其实都是这种情况 耽误了治疗 就何必说 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窗面 我听大夫就得动手术了 对对对 但这个可能就是说 会影响到医患治疗关系 因为他不相信你 是他不信任你 这个治疗就没法进行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和一个步骤的 慢慢让他来理解 慢慢让他知道 怎么样才是最适合他的 科学的这样的治疗方式 对还是要讲科学 好 田老师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 提出的问题 田老师您好 糖尿病足治愈的可能性大吗 最后会不会出现解肢的风险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 糖尿病足呢 因为我前面刚才说了 他是有神经系统 和这个血管病变两方面的 所以说他的治疗呢 一定离不开这两方面的这个治疗 比如说有的病人 他的下肢血管 下肢动脉闭塞了 那么就如同什么呢 你种了一块地 但是你没法浇水 那么这个田里种什么好的苗 可能都没法成活 慢慢干涸了 所以说你要想让你的创面愈合 那么必须这个血管 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所以说他的治愈呢 其实糖尿病足 大家都知道 他的治愈率不高 愈后不好 经常呢 因为这个可能会截肢治残呢 或者是治死 都有可能 截肢的风险肯定有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 只要大家把握这个治疗的时机 在你发病的初期 你就要尽早的就医 把握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那么咱们就可能会赢得一个 最好的一个治疗时间 那么你的治疗效果也就相对会更好一些 是这样 治病救人是咱们的责任 但是有一点啊 可能也是依据于这个患者自身的 就是你自己不注意的话 我再怎么帮助你 可能也达不到最佳的效果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就是我们的患者 患者的家属 和我们的医生呢 三方一起来配合好 这样才能有可能 不让这个最后的这个风险啊 是的 出现了 把它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去 对 那么也感谢田老师做客 我们健康龙娘直播室啊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们节目到这儿呢 就要全部结束了 也期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 可以随时参加到我们节目的 直播过程当中来 您可以不打我们的日线电话 0451 8289 0011 或者呢是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随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啊 也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记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 中午的12点 我们的节目呢 会在龙市的公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